水從內側車道往外流 路過的車輛還會漸起水花 但另一邊水徑完全沒流出 原來這是屏東縣府新鋪的透水道路 下雨天透水道路很乾爽 傳統博幽路卻開始積水 原來這道路有孔隙 水會下滲到最底層的土壤 幕後推手是副教授吳志欣 實驗室不斷針對材料和比例 進行八項試驗 創新的道路路面一看孔隙大 標層從傳統的不透水瀝青 改用透水率15%的瀝青 底層也拿掉小石頭跟沙土 改加混凝土 透水率高達20% 不依賴測溝排水 道路本身能吸水 但陸基有空隙 想建固抗壓的強度 得從混凝土底層比例著手 所以這樣到最後是要找 可能發生最大強度的這個水灰比 表示這個僵體 它是很膠著的 它才適合來做透水混凝土 長達三年的研究加上兩年實測 公務處發現透水道路兼顧生態保護等優點 透水混凝土它們底下的一個 陸基的改善 整個道路的穩定度相當高 對日後的一個維護成本 應該也都會降低 這條科大路正擴大改鋪透水鋪面 透過吸水道路讓地球呼吸 大愛新聞 陳真誠立委屏東報導 本集團 本集團 本集團